我们进入到孟子纪篇之前 先跟各位前线看下 孔夫子跟孟夫子之间 他们的时代背景差的有多少 如果差的很遥远 我们就清楚 我们像一日不见 如果三秋形容人与人之间的 思念之情 可是现在的整个的天下国家的一些的变化 在一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剧烈的转变 也是我们可以了然于胸的 你看气候的变化 早上跟下午就不一样 北部跟南部就有天渊之别 我们来看孟夫子 孟夫子是在我们讲文王的时候 西元前1110年 这个西元前西元后 也要跟各位前线稍微解说一下 西元前如果数字越小 表示越靠近我们的近代 数字越大就是离我们越远 所以你在比较这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要去留心一下 然后到周幽王 这个地方西元前7171年 他在于周朝的这个阶段 叫做什么 叫做西周 从文王一怒安天下 武王推翻了这个咒之后 有没有 他开始了周朝的800年的基业 可是这800年的基业 他有两个段落 前半段叫做西周 后半段叫做什么 叫做东周 那叫做东周的时候 他又衍生出了所谓的春秋 跟战国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在西周的时候 因为文王武王还有周公的 所谓的治理作业 他把周朝奠立了良好的一个基础 这个礼乐对于当时的 整个国家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在后面也会提到 因为不是有很多国王喜欢乐吗 那这个乐跟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乐 它的差异性在哪里 我们提到内容 也会跟各位前嫌略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西周的时候 国家还比较太平 社会比较安定 一直到后面 到周平王 依旧他迁都于这个洛邑 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讲洛阳 叫做东周 到周乃王的时候 这将近400多年的光景 历经了25位的皇帝 那其实25位的皇帝 越到战国的时候 周天子只是名义上 大家的共主 而实际上完全没有天子的一个威严 也没有天子的一个权柄 就如同我们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 曹操侠县帝 来威胁诸侯 那个县帝虽然名义上位在曹操之上 但是实际上他是曹操的阶下囚 可是到了战国时代 更我可怕那些的所谓的诸侯 根本就不太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可是他还有一个好处 诸侯们不敢去篡位 他还是要名义上 奉周天子为共主 他们自己还是称一个所谓的侯 可是越到后期的时候 答案结果就不一样 这种所谓的一个演化 就代表了道德的一个低落 因为谈到道德里面有一个叫做理的 理谈的就是尊卑有序嘛 所以当尊卑失序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理 他不能够在社会上去推动 因为上行下效 这个就是孔夫子他的一个感慨 君不君成不成 父不父子不子 原因就在于理的东西 他不能够去所谓的透过周天子 透过诸侯本身去视线于外 所以老百姓就在社会上 也展现了这么一个乱象了 这是东周 西元前476年叫做春秋 那是孔夫子的一个时代 后面的有没有叫做战国 东周西周合计800年的历史 有关于他的典故 我们都读过那么一个拜官掩史 文王波车 对不对 严请江子牙出山来为他安邦帝国 他在拖那个 为江子牙在拖那个车的时候 拖了800步 就殿下了周朝800年的基业 我们孤不论这一段的所谓的拜官掩史 是不是真如这样子的实际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们理解 一个朝代的辛酸 他叫做天命 放到现在也是一样 各位姐你们去看近代的世界史 你看世代世界史 你看每一个强国的兴起 还有强国的一个所谓的衰败 他其实他都在天命的掌控当中 天命在国家称之为国运 天命在你我个人 他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运势的高低啊 我们如果用坊间的话来讲 你要让自己的运势一直处在高峰 那就必须在你我的言行举止里面 一切的作为你要符合天意啊 所以如果一个上位的君主 他希望他的国运能够昌盛 能够绵延不绝 他本身也要行为上 能够爱民如子 因为天道就是什么 天道无我 天道爱民啊 天有侧影慈悲之心嘛 所以我们不论是立身处事 你在家在国在天下 在在处处 只要能以天心 放在自己的立身处事里面 那那一个天命 他都会永远跟随着你 天命跟随着你 你就不会有运势衰败的时候 即便有短暂的一个所谓的衰落 他也有东山再起 那这边的天命 跟我们道场所谓的典传师 前人的天命是不一样的 所以前贤们要听清楚 出了班以后 我们都有天命 一个一个不可一世 那后学就照过了 春秋时代的时候 只有吴国 吴王夫差 还有这个越国 越王勾建 读过西施的历史 还有一个楚国 在孔夫子的时代 那么多的诸侯国 只有这三个人 这三个国家 他们敢僭越什么 僭越尊卑的一个位子 他们自己称王 那这三个国家 你仔细看 他是属于长江下游的 在我们中国早期的中原文化 他以黄河为一个根据地 黄河代表文化的摇篮 长江流域代表经济的一个摇篮 所以 这是我们过去读历史 后学把以前高中的历史 拿来跟各位前嫌分享 这个吴越楚 他离中原比较远 所以他们有一个 所谓的建阅之心的时候 曾经历史上 有一个很好笑的 真实的记载 这个楚王讲 哎呀我们是蛮鱼之地 蛮鱼之地 所以中原的文化 就没有办法援助到我们 所以我也可以称王 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那种 高傲之心 满足自己追求名利的欲望 不惜把自己压到什么 压到一个蛮夷的位置 只要能够得到名利 这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为了追名逐利不择手段 其实是如出一辙啊 只是你贪大贪小而已啊 所以我刚开始研究孟子的时候 没有投入心思 是因为我认为 他谈的都是治国之道 我一个平民百姓 我要的是修身齐家 所以孟子涉猎不多 可是这一段的 不断的在研读里面 我细细思维 所谓的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不就是修身齐家吗 道理可大可小 可圆可敬嘛 所以没有一个圣贤的义里 跟我们的生活 没有息息相关的 只是你的角度在于哪里 所以只有这三家称王 其他还是用诸侯自称 诸侯自称他就是公 公侯博子男这五个位子 称王的只有周天子嘛 所以可见春秋的时候 礼乐还没有崩坏 他尊卑的位子还在 这是孔夫子那一个时代 还可以讲人的一个原因 人就是中庸的那个中字 中字就是体 体就是天道 讲天道的时候就一定是无我 理解吗 所以孔夫子在讲道理的时候 你看他的大学中优里面 他有很多的天道的思维的理路 在里面 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 他要周游诸侯国的时候 诸侯国里面还有很多的闲人 都还能够让他放心大胆去讲人 可是到了孟夫子的时代 就不可以了 你从这个诸侯有没有 剑阅称王有没有 那个人数目多不多 就可以约略理解 所以中国的思想体系 从孔子他做了一个 很明显的集结 所以儒家的代表人物叫做孔子 那到战国的时候 你看到了梁慧王 对不对 然后齐宣王 然后这个只有藤文公还安于公位 因为他太小了 还有其他的种种的一些的地方的诸侯 都纷纷起来 割据称自己为王 这个表面上已经不符什么 不符这个所谓的周天子的一个侠制了 所以论良心论道德 到了孟夫子时代几乎是荡然无存 可是荡然无存远比我们现在所处的 二十一世纪又有什么 又有更多的一个好的地方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透过比较而来的 没有比较 我们就不知道前后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那他会形成百家争民的原因有哪里 春秋的时代 各国的君王都还尊奉孔夫子 他的一个儒家的思想 每一个君王未必会对于孔子的教导 信受奉行 但是表面上都还以能够言请到孔子 到我的国家居留 来什么代表一份的光荣 代表一份礼遇 因为孔夫子在当时的诸侯国里面有他的地位 可是到了战国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有百家争民 所以造就了孟夫子的一个崛起 我们来看他为什么会百家争民 因为到了战国的时候 他就大欺小强凌弱产生了一个兼并 一个国家一旦被兼并以后 他的阶级的制度就会做很大幅度的一个改变 就产生了很多的没落的贵族 这个皇帝在位的时候 这一个诸侯在位 我是位列一个贵族 可是到另外一个国家兼并 可能就把我扫地出门 沦为阶级的平民的一个阶级 那这些贵族流亡到民间之后 他没有任何的一个长处 过去的士农工商 他是分得很清楚的 士为首 所以过去也只有贵族才能够享受一些所谓的教育 纵然孔夫子开平民教育之先河 可是他并没有位为风气 所以很多的所谓的诸侯国 在他们的国度里面 还是只有那个位尊的人才能够享受教育 所以一般的坊间老百姓 无知无事的人 还是占大多数的 所以这一些没落的贵族 他没有任何可以养生活口的工具的时候 他就把他过去所学习的那些的一些的知识 他就在民间里面就开始的传播 那每一个人学的内容不一样 就像我们在读书 有文的 有理的 有天文 有地理 你只是就你所学的 有没有 去发表你的一个感想 这就是形成了百家争民的第一个条件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各个国家大欺小 然后有没有 强并弱 所以在不断的在所谓的扩增土地 扩增土地就代表把当时在那块土地上 所谓的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也化为己有 所以当土地财富人口 他在经过一个战争的洗礼之后 有了重新的安排 一个国家突然领域扩张了 扩张以后 他需要接种一些的知识分子 藉由他们来提供一些的谋略 也藉由他们来展现自己 在这个国家里面 他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曾经听过了 所谓的四君子 那个时候有仰视之风 仰视就是因为我位列贵族 或者我是在这个国家里面 我有我的位置 我以我的才是我的地位 我去豢养一群的读书人 他们什么事都不要做 他们只要在平常来给我提供一些计谋就好了 变成仰视之风的一个盛行 而这个仰视之风的盛行 他又形成后学刚刚讲的 各个有各个的一个专业领域 然后在战国时代 他并没有细出名门的这么一个观念 换句话说他可以今天在楚国 当楚国不被礼遇的时候 他觉得受冷落了 他觉得另外一个地方可以飞上之头当凤凰 他就往另外一个国家去移动 国与国之间他也不会限制 这些读书人的一个行动的曲线 所以就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的一个交流 理解吗 所以这些种种的条件的配合 就形成了在战国时代 百家争民的一个情况 就像我们现在所讲叫学术自由啦 每一个人可以尽情的 依着自己所学的专长 自己看事情的角度 去发表自己的利论 所以有法家啊 商鞅的变法嘛 对不对 还有纵横家啊 苏秦啊 张仪啊 这些靠着一张嘴巴 去什么 去累积自己财富的 还有所谓的墨家啊 墨家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墨子啊 墨子也没有不好 那孔孟夫子为什么要反驳墨子 因为墨子的理想太过于崇高 不符合于那个时代背景 所以墨子他突然兴起 也突然没落 不符合明星取向的 绝对会被时代的潮流 自然而然给取代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如是道三教的思想 经历过了几千年 在古今中外里面 绵延到金胎 能够涉受这么多的人 去研读这三教圣的经典 就可见 他不被时代潮流给取代 他有什么 他有他的所谓的中心主干 可以涉受我们每一个人心啊 我们都可以借由当时的时代背景 想到我们现在 那我们在研究这些古人的东西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很有意思 原来在读这些梦子 我也可以对号律做 所以这些的所谓的世人 在不同的国度里面 投告不同的 他们认为的明君的时候 就形成了学术的自由 毕竟